嗨 大家 各位 早安 我剛剛做了一個純事 就是我要換這台FIT的機油的時候 結果我在卸機油換濾芯的時候 忘記按錄影鍵 所以等於是前大段都沒有錄到 那不過沒關係啊 之後有發現稍微補救一下 就是加機油 加機油錄給你們看 那不過車子啊 汽車裡面最大的耗損 最大更換的次數 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機油 所以等下次再換機油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注意一下 看我有沒有按下錄影鍵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來加機油了 然後如果你有換濾芯的話 你就要加3.6公升 如果沒有換濾芯的話 可能就要加3.4公升左右 那這個是原廠的數據 那我們加完之後 我們必須要再拿機油池來量看看 看有沒有到達 有沒有到達那個標準的機油量 它機油池就是這一個 橘色這一個 然後我們今天要換的是這一個 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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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低一點這邊殼排 OK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加了 殼排 然後他有一個 你們可能不知道哦 他有一個封膜 他有一個封膜 看一下 他有一個封膜 那我們把封膜給戳開 齁 必須要找一個東西墊著 找一個東西戳開吧 等等 然後我們就開始加 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的加油孔 噢 幹 設計的很雞八 你看像我這個就掛點了 好險是滴在那個 引擎腳 如果滴到發電機的話 他媽啊 我就快哭了 我現在把發電機用那個 我覺得我這樣子很難加耶 所以我可能要分工一下齁 把它分成小瓶的再裝上去看看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啊 我就是用小瓶的機油 小瓶的機油 然後把它倒過去 倒一公升 等於說我這個動作要反覆的三次 但是我剛剛已經加了一次了 然後現在的話 還要再加個兩次 然後 再 反正就是3.5公升就這樣做 那下次換的話 我就要買長的 肉斗 比較細長的肉斗會比較好做 對 然後這次就是拿到短的 下次就拿長的會比較好做 然後 我可能還是會把這一罐留起來 因為這罐太大罐了 真的不好倒 所以以後的話 我可能就會分裝這樣子倒 會來的比較好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這樣做 先把它加滿 再加到 車子裡面 攪個角度給你們看一下啊 OK喔 好吧 來 事情總要想辦法解決的 所以現在就是目前只想到這個辦法啊 下次就拿比較長的肉斗就好了 就 可能就不用這樣分裝下去用 因為這樣分裝下去用真的很費時 不過對自己愛車浪費一點時間值得 好 要一公升喔 它旁邊有刻度表 刻度表的地方把它填滿就好了 整個填滿就是一公升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要 加進去了 OK好 給你們看一下齁 我加的就是這一個牌子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加了 那我今天忘記帶補光燈 我們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氣人咧 OK這個角度應該可以啦齁 勉強一下 因為畢竟我不是專業攝影師啊 好 我們就開始到囉 好 我們就開始到囉 好 我們就開始到了喔 好 我們就開始到囉 現在隱形裡面有兩公升了 那我們現在要再去再裝 再裝一個就好了 喔 幹 又滴到哪啊 沒關係 只要不要滴到發電機我都ok 畢竟DIY 不用要求那麼多 好 那我們就再來喔 我們就再來加囉 他的設計真的是 很裡面啦 等於是在這個 雨梭的塑膠護板下面 所以會比較難加油 下次就要買長型的漏斗 搞不好會好一點 可是我上次這樣子加過一次我就不會覺得很難加 為什麼這次我就覺得很難加 上次是不敢嫌棄他還是 還是我這次講出真心話 我也不知道 現在我畢竟不是專業的齁 旁邊會滴一點點 只要不要滴到那個 排氣管的頭段都還好 如果滴到排氣管頭段 他發動的時候機油燃燒的味道會很臭 不過他臭是短暫的啊 因為他機油如果發 機油如果燃燒發酵掉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麼臭 好然後要加3.6公升嘛 這剩下的600公升 把它裝上去 然後我要先看他冷油 引擎冷的時候他的機油味道哪裡 然後待會再熱測一下 看熱測的時候機油的最高上限到哪裡 如果你機油如果 加太少的話 你發動的時候引擎燈是會亮的 那你就知道你機油加太少 你就要趕快去補足 補到原廠規定的那個公升數 那一般DIY的話都會去做功課啦 我相信 也不會掃太多啦 機油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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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亮的它才會亮 如果掃個一點點的話 其實它不會亮 好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抽機油紙喔 搞車真的很累啊 所以 有時候給人家修車的時候不要殺價 因為這就是 苦力活 好我們先把舊的擦掉 然後再擦進去量會比較準確 對齁 我不知道你們看得到也看不到 好久沒踢到 它已經到了上限了 它已經到了上限了 這有兩個洞 來 這有兩個洞 它已經到了上限了 所以是OK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發 我們就把它發動看看吧 這個鏡頭要拿掉不然它會震動掉下去 好喔 然後來 把它發動看看 所以這個 鏡頭要拿掉不然它會震動掉下去 OK 它現在開紅火的時候 剛剛所有的燈號都會亮來 重新來一次喔 現在全部按的 斷電中 開到紅火 第二段 它所有的燈都會亮 因為這電腦檢視你現在 車子的 狀況 現在車子的狀況 然後機油燈也會亮 然後這個都會亮 OK好 那我們就發動看看吧 過一下機油燈一定都會熄掉 因為你剛剛換了機油 機油濾心裡面它沒有機油 所以 電腦偵測到機油濾心有 機油濾心有機油的時候 它的機油燈才會 才會那個熄掉 下次我發動的時候機油燈 它就會比現在快個一秒 左右 到兩秒左右熄掉 這個是正常的 然後我們現在等它車子熱一點點的時候 再去看 我的機油量 合不合乎標準 然後再下來就是 嗯 好我們到外面講 待會稍微讓它 熱個30秒左右啦 讓機油整個在引擎室循環一次 之後看機油量夠不夠 夠的話就OK不夠的話我們 少多少就加多少 OK好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DIY的過程 然後待會這邊都要稍微整理一下 收拾一下產局 因為畢竟 這是 我住的停車場 給它弄太亂的話 地主可能會打電話來跟我反應 喔 我們雖然是我們花錢 但是這不是我們的土地 還是要保持乾淨喔 還是保持乾淨遵守規則 然後就是大概就先這樣子喔 待會熱測的時候 我再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機油的 高度到哪裡去了 好我們現在就把機油池再抽出來 再看一下 先把它擦掉 先把它擦掉 等個幾秒 再拉上來 它就是OK的 來 它就是OK的 但我覺得有點 太多了一點 但是我加了3.6 我覺得有點太多 那個多 還可以啦 還可以就算 多一點的話 只是隱形稍微重拖啦 稍微重拖一點 那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有多100公升左右 不過我覺得沒差 我再量一次看看 OK 可以差不多啦 好 差不多 然後 來喔 好 這就是我這台 FIT的 DIY換機油 DIY加機油 不能說換機油 因為沒有派到換機油 DIY加機油 然後 如果你有拆機油濾芯 大概3.6 公升 如果沒有拆的話 大概3.4公升左右 那 真的要 你要真的很精準 的話 你可以上網 Google 它 就會有 原廠標準的數值 或是說你去看原廠手冊也行 也行吼 然後這就是我DIY的分享 DIY的分享 啊 幫我 多觀看我其他的影片 就這樣子囉 拜拜 車子剛剛已經發動一陣子了嘛 然後 我也把車子 停好了 然後現在就要看 有沒有漏油 有沒有漏油 然後不要誤會 這個是我猜機油濾芯的時候 忘記鋪紙板 它滴了下來 所以我忘記鋪了 這不是滴油 對然後我要給你們看一下吼 藍色這個就是機油濾芯 然後機油濾芯旁邊是油油的 待會我會稍微用東西噴一噴 把它擦乾淨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 沒有很明顯的漏油 對沒有很明顯的漏油 然後在裡面一點點 很難拍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到啦 你們就看一下啦 他上面有個英文字母吼 那是卸油螺絲孔 他告訴你那是卸油螺絲孔 旁邊有個圓圓凸凸的 那就是卸油螺絲孔 看他有沒有滴油 如果沒有滴油的話 就ok了 就ok了 好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拜拜 拜拜 拜拜